为了解决附近大楼上班族机车停放问题 让嘉兴里内的巷道环境更安全 嘉兴里里长郑志药邀请戴席清议员服务处 与市府停管处到现场会刊 研究可行的办法 经过讨论后 决议将嘉兴街上的两个汽车停车位 改成机车停车阁 针对刚才那个我们的停车阁的这样的一个会刊结论 我们将要把这个现有的1号跟5号的汽车停车阁 改成机车停车阁 因为我们刚才跟停管处研商的结果 发现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做这个汽车车共用 所以说针对这个维持这个居住的环境 还有让上班的人有这个停放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要将两个汽车停车阁 通通改成机车停放阁 这一次要做这样的改变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必须兼顾 例如说在嘉兴里 基隆路这边都是通商大楼 都是有寄存的一些上班人员 那我们也不能说 就是说不在意这个上班人员的权益 但是也必须让上班人员的 他们的机车停放 不要影响我们在地居民的一个生活空间 现存的状况就是说你机车停放阁不够 它这些机车的使用者 他就会把它往下弄塞 往下弄塞那就会造成我们居民的不方便 但是至少汽车在我们周边还有一个 景秦二号公园的汽车停放区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改变方法 此外为了兼顾汽机车与里民的安全 里长与相关单位会看后 也决定将嘉兴街上的标线型人行道宽度再调整 针对这一次我们将要缩减这个标线型人行道 以及软杆 是因为这个最主要是这是单行道 然后一台汽车加他一台机车 同时经过会造成这个机车会有行驶上的这个危险 所以说我们决定把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往内缩 这样子一方面也兼顾到机车的这个安全 然后还有这个行人行走的安全 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障碍物的话 我们会往外凸 让行人有一个伸缩的空间 那剩余的部分我们就是会内缩 让汽车跟摩托车可以同时汇车这样子经过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稍微微调一点距离 为了提升嘉兴里的交通安全 里长为此花费不少心思 希望透过各种努力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而在汇刊过程中 世新大学学生也前来侧拍采访 原来里长是世新新闻系毕业校友 学弟妹为了拍摄学校招生影片 特别前来采访里长 也透过采访看到了里长工作的辛苦与特色 我们是世新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那系上希望透过采访各行业的学长姐 那希望透过他们自己在业界的心得 或者自己的学习技能里面 然后结合新闻系系上所学习的技能 然后去结合到未来的行业领域 那希望能带给就是未来加入 未来加入新闻系的学弟妹们能有不同的未来 以及看到不同的行业他们的辛苦在哪里 然后结合了新闻系系上的技能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机会认识到我们这个理学长的 呃 担任里长的学长 那希望能透过他实际在里长这行业的工作上面 然后去带给我们知道如何 他如何结合新闻系上所学的技能 以及技巧以及特色 去展现在他大家服务里面上面 或是宣导政策上面的一些政策或内容 可以看见其实里长的工作 其实涵挂非常多 除了服务里面或是服务道地 然后结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去帮整个道路做整建跟改化 整个里面都要了解 所以可以看到里长的工作 其实非常的复杂多样化 所以可以看到大部分每个里长 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感谢其实每个里的里长这样子 然后呢 我当完兵退伍啊 我一直就是对于新闻的工作也很有兴趣 但是那个时候找了一两家媒体啊 大概不顺遂 就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 我到了这个立法院工作 然后接触到刚好 是叫做新闻联络人的工作 所以说呢 当不成记者 但是却变成是一个伺候记者的工作 对 那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其实也觉得开启了 就一方面就是我对于政治工作 的这样的一个开端 那当然也透过跟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联系 加上我自己新闻系的背景 所以说呢 也可以更快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政治的工作的内容 那当然后来也接触到我后来 例如说在若干年后 我到嘉义县政府的新闻行销处 担任机要工作 然后在之后呢 就是因为我本身台北人嘛 所以不可能在嘉义再继续待下去 那后来选择回来台北 那因为刚好我以前有辅选的工作 那自己本身也担任政治工作 所以有人说我觉得担任里长 可能是我最好的一个选择 练新闻系呢 有一个至少培育我有一个 这个技能叫做快很准 这个我想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可能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 就是你很多东西就是抓重点要快 对不对 然后做事要快很准 我觉得这三项是我在新闻系 在甚至接触媒体和新闻工作者里面 觉得这三点一定要非常的拿捏 如果你有这个 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素养 透过新闻系这样培育的基本素养 其实你在社会上有很多工作呢 都可以让你做得很顺遂 因为我想每一个老板 像比明是我的老板 都希望你他们交代的事情 你能越快速越准确的把它完成 所以我想这真的是新闻系 培育我的一个技能 里长政治要也特别感谢李明的肯定 再次给他服务的机会 让他连任成功 他将秉持为李明服务的初衷 打造安全又幸福的加薪礼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